欧阳家的三个女儿 妮妮 娜娜以及弟弟 近几年就属娜娜人气最旺 不仅演出多部作品 也接下不少代言活动 更发行了大提起演奏专辑 至今出道三年 收入超过新台币9000多万元 而近日妈妈傅娟接受访谈 聊到与娜娜的互动 表示娜娜从小就很贴心 很懂事 没有叛逆期 有次只是娜娜对她语气有点不耐烦 当晚就贴纸条向她道歉 让傅娟当场落泪 娜娜与妈妈的相处就像朋友一样 出道一来 工作期间傅娜都是紧紧跟着 女儿有什么事也都会跟妈妈分享 无虑也会一起逛街 已有重物 娜娜也都会帮忙提 傅娜提到 娜娜赚到的第一笔钱 当时还故意支开她 买了一条项链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而先前娜娜遭到网友批评 演技差等负评 让傅娜又生气又难过 但娜娜却展现高EQ 安慰她别在意 傅娜表示 这就是我向她学习的地方 网络时代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事 但我不能接受 娜娜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 但应该在意的是支持你的人 她学会放下 我也该放下